它被称之为菇中之王月子菇 你敢相信吗 野生红菇没有真假之分 只有品种的不同和地域之分 野生正红菇的内在物质和营养会更丰富 据说含有五种多糖 十六种氨基酸和二十八种脂肪酸 汤汁也极为鲜美 还有一个品种叫满山红 也叫二红菇 它虽然长得很像红菇 但是口感和营养都差得十万八千里 野生正红菇一般长在高山上的红椎树林里面 一年有两季农历的五月和七月 它要在特定的时间、环境、气候、温度和湿度 还有特殊的土壤和地表植被才能生长出来 每年采红菇的季节都要凌晨四五点钟 就起床去爬好几座山 采到太阳出来以后 因为红菇开散就不值钱了 没有开的包菇才叫做标准菇 红菇中的极品 目前的红菇只有野生 还没有培育种植的技术 鼎鼎大名的野生红菇 你了解了吗